越南为什么敢这么狠?原来是因为这几点,说起对越反击战,想必很多人会想起当年在战前越南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三。 当年越南刚刚实现南北一统,觉得自己的实力可以称霸,情不自恋力,恩将仇报,攻击我华人同胞。 那么越南为什么敢这么狠?原来是因为这几点。 一、战胜美国,在我国帮助他们的越南战争中,他们国家的人民顽强抗击外敌,整整打了十四年都未免放弃,的确令人钦佩。 可是战争胜利后,他们却看不清事实,只知道自己把美军给打退了,也不想想有多少中国士兵帮助他,也不想想国家牺牲了多少人。 总之,他们就这样膨胀了,膨胀之后的他们面对世界的质疑与嘲笑,当然不服气了,于是他们不屑于发炸自己这里破碎的国家了,把哪儿改去侵略他国,想以此证明自己。 二、武器,在越战的战场上,已留下许多俄国、美国、中国的大兵器。 这些兵器过于笨重,所以很多都没被拿回国,笨重归笨重,效果却威力无穷,对付我国就算了,对付其他小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可笑的是,他们国家并不会自己生产武器,而是拿着这些战争遗忘品四处耀武扬威,甚至还拿中国制造的武器攻打中国,只能说脸皮有够厚了。 三、在小国上取得成就感,在攻打1979年前,他们是先挑小国家下手的,当时柬埔寨实力还不如他,更别提他们带着先进的武器去了。 柬埔寨节节败退,让他们更加自负,更有成就感,所以自觉的世界第三。 四、中国本身,回看我国当时的国家状况,还没发展都让人望而神威的地步。 而且我国低调,来到苦干发展之中,与周边和平共处。 这样的羞养生息,在他们看来竟成了没实力,容易攻击。 所以1978年开始越南不自量历史场袭击。 五、历史上每个时期越南都和中原王朝打仗,由于越南宋朝才托福自立,所以每个时期都会与中原王朝战争。 他们有句名言,就是,被强我弱,不强被弱。 当时他们自觉实力强大,妄图建立印着联邦。 当时越南觉得,若是让他们成功了,那他们在这世界上,的名声可就响亮了。 到时就可抗抗北方大国,可是这样的想法,根本就是痴心妄想。 最后,我国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,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承接行动,让他们好好的冷静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